各位好 最近因为打假 导致对中华传统武术的怀疑 好几位网友 武术爱好者 短信我问我 什么是气 到底气是真的还是假的 为什么MMA都不说这些气的东西 中国人特别爱这一类的东西 到底是有没有用 什么那家钱说气啊 这个说气 那个说气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那今天呢 我就和大家和盘托出 我所知道的 那首先呢 一谈起气 事实上在我几十年 在研究这些 所谓的气 给我一个这个感触 就好像这首歌的歌词所写的 这首歌是叫做 这个猜情人 是电影大魔术师的主题曲 那歌词是这么写的 明明明白白 好歹有个交代 奇奇哀哀沉默给了我伤害 奇奇怪怪 我不会感到意外 摇摇摆摆 我也一直在等待 未来我也猜猜猜 我研究这个中国传统 武术也几十年了 事实上 事实上 这个 是我在其中 在研究之中的时候的一个感觉 这个有时候非常主上的 就是说 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吗 搞得好像这个在玩魔术这样 那到底是有的没有的 还是什么一回事 那结果呢 就花了相当的时间 把以下要和这个大家分享的 这个 这个 把它系统化的 这个 组合起来 那首先呢 我们要 说一件事情 这个是唐朝的时候 勇家大师正道哥所说的 这个相当重要 因为要做学问呢 要了解真相呢 就真的是要学唐朝时候 比如勇家大师 这样的这个禅宗大师 对事情呢 的这个 这个这个看法 做学分的方法 他说呢 决定说表真诚 有人不肯认情真 直接跟言佛所应 自知行业我不能 这一句 很重要就是 直接跟言佛所应 直接跟言 所以我们要研究去呢 就要到跟言上面去 不能搞自知业业的 那搞自知业业在那边赚 事实上 是根本就了解 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什么一回事 然后这个他说 敬五根得五粒 为政乃之难可斥 敬礼看行 见不难 水中作业 整整得 这个计划的重要性在这个 为政乃之难可斥 这个话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很多这些练功的东西 不是用头脑可以想的 也不是读书 读读书就可以了解的 有很多之所以的这个 境界的问题 境界的问题 那比如呢 如果我们没有到过这个 美国旧金山 我们可以在这个书上读 在电影上看 可是事实上我们 还是不清楚 到底这个 美国这个旧金山 是什么回事的 所以这里说 为政乃之难可斥 就是意思是说 你到了旧金山 那你就知道 什么回事 如果你从 读书去推理 那 不会知道 是什么回事的 那当然 不只是说旧金山 到北京 或者是到台北 也是一样 没有亲自到过 那个地方 那根本就不了解 那个地方是什么回事 所以呢 说这个气 这个要正的 要正的 这个正 也就是要到达 那个境界 没有那个境界 那是不会知道的 要可以到达 那个境界 才可以说 那个境界的话 比如我没有到过 北京的话 那我不会告诉你 那个 那个步行街 旁边 那个 王府井 那个到底是什么回事 或者是我没有到过台北 我不能告诉你 那个101 是什么回事 所以这个东西 要这个 很小心 不能在这个 纸上谈兵 然后这个他说 言顿教 没人情 友谊 不觉 直戏 真 不是三生 承认我 修行 孔若 断肠坑 那 言顿教 就是说 言满的 没人情 这没人情 是重点 就是说 说一个技术的事情 那没有情面 可以给 那比如 我们说 这个地形犀利 你一个石头 从这个 从这个 这个高楼 丢出去 抛出去 一个石头 它一定往下掉 因为那个是 地形吸引力 不管你是 五指天也好 是谁也好 只要你这个 石头 从窗口 丢出去 抛出去 它一定是往下掉 没有人情 可以讲 所以做学问 做科学 这个试验 都是这样的 不是因为说 我是某某大宗师 我有这个名字 很响亮的名字 那就是 有这个情面给 那没有这个情面给的 尤其你说 在这个 格斗实战 那都是 本事 没什么情面 可以给的 是就是不是 就是不是 最后一个 他说 飞不飞 是不是 差之毫里 是千里 是这 容你 顿成佛 飞这 善心 身 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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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地狱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到底 是不是 不能说 有这个 差之毫里 是 是 千里的 很肯定的 因为世界上的事情 都讲因果 有因 才有果 你不能说 我以为这样 我认为这样 我肯定 我认为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 没有所谓的 我觉得 我 我相信 我 我认为 而是说 是 或者是不是 这条路 是直接通到北京去 还是这条路 是到广州的 你要搞清楚 所以你看 唐朝这个 禅宗的 这个 祖师之义 勇家大师 郑道哥 人家做学问 做科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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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功夫 都是这样子 是很认真的 不是这个 随意 这个 随意可以 这个 胡搞的 胡扯的 好 那我以下 要说呢 也是要说 怎么样呢 第一 我们 直接更远 第二呢 我们 我们因为是 对 事 不对 人 所以我们 不用任何人的 名字 因为我们 讨论的 只是技术上 希望这个 讨论 对大家 对每一个人 有利益 有益处的 所以我们 这个 讨论 事 我们 不说 明智 好 呃 那也 没有人 情 可以给 那对 这个 事情 要讨论的 是要 很细的 很仔细的 因为什么 事情 都说 因果 关系 不能 胡扯 胡扯 就是 害人 呃 说起 气 很多人 相信这个气功 我有 很多朋友 的朋友 相信气功 有时候 犯了癌症啊 或者什么 不直肢症啊 就 呃 不医了 不给西医 不去看西医了 就相信这个气功 那 结果呢 就 呃 身体 一天一天的 不好 那还有一些 比较 穷困的人家 呃 就 没有 这个 钱 去 找西医 所以呢 又 去听了一些 所谓的 气功的 事情 那也 走上了 一个 很可怜的 到最后 病治 不好 呃 或者是 误了 治病的 时间的 这个 事情 所以呢 呃 说这件事 这个气的 这件事情 要很小心 呃 希望大家 也不要相信我 那大家 把我所说的 来做参考 来这个 研究一下 看是否 是这么回事 呃 呃 因为我刚才说了 呃 那因为你不是针对我 你是针对这个事情 呃 所以就是 大家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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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 规则是一样的 哦 因为要讨论这件事情 呃 就是要这样子 很严肃 的来 这个 要了解 气 到底是什么回事 所以 那家 太极 炼气 气功 炼气 大家都 这个说 气气气 气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好 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说起这个 习武 我们中国人 以指科为武 武功的目的是在 以武治乱 以求和平 所以我们说 这个习武呢 是为了养生保健 和泄底滋味 哦 在理想上 就是这么回事 哦 可是呢 战国的时候 韩辉子说了一句话 他说 侠以武 犯境 就是 武人不服输 浩勇 都很 呃 粗暴 扰勇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几千年来 一旦说起 学武 虽然这个是理想 这理想是很好的 可是一旦有一些武功 做出来的都是这么一回事 自以为是 就搞一些这些事情 所以呢 古代呢 学武的人 作乱 就是这么回事 那我这样说呢 就是给大家 来了解 什么是理想 什么是现实 好 那我们 说这个 中华 传统武术 博大精神 我们从根源说起 是真的吗 大家都说 这个博大精神 博大精神 那到底什么东西 博大精神 是盖的 还是只是在那边吹牛 那实实上 这个博大精神 不是盖的 如果大家去研究它 它不是盖的 这个博大精神 如果我们以这个 来看 这个学武的目的是 养生保健 泄底滋味 养生保健 泄底滋味 我个人 从我的研究 把它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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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 博大精神 分为六部 也就是说 真的练这个 传统武术 为了达到这个 养生保健 泄底滋味 必定 有这个六部 好 而这个六部 真的是 博大精神 那这个六部 是什么呢 第一是 深部 第二是 心部 第三是 呼吸 第四是 气脉 第五是 净法 第六是 士法 那 所以呢 如果说 我们要说 这个传统 武术呢 传统的 这个武术呢 那必定是 有六部 才叫做 拳 如果这个六部 不记足 那是不拳 那 这个六部 是这个 深部 心部 呼吸部 气脉部 敬法部 士法部 那 因为 有了这些 也就是 有了这个六部 才可以 兑现 养生 保健 泄底滋味 没有这个六部 那就 没办法 呃 兑现 这个养生 保健 泄底滋味 这个就是 很肯定的 那 我个人呢 就是用 我很浅的了解 几十年来 因为我想要 把它搞清楚 到底是什么 一回事 那就 把它 分为这个六部 那我们说一说 这个 深部 就是我们的 这个肉体 这个 有一句话 在这个 传统武术里面 有句话 它叫什么呢 外炼 筋骨皮 这个外炼 筋骨皮 就是属于 深部 那这个 心呢 心部呢 心部就是 定后能 静 静后能 安 所谓的 不动心 这个是 属于 心部 所以这个是 外炼 筋骨皮 这些 这个是 定 静 安 也就是说 在心理上 可以 要它 这个 定 心定下来 就定 要它静 它就静 要它安 就是安 这个是一个 境界 那要注意 心 不是 思想 心是超越 超过了思想 心的 换围是超过 思想 那 所以呢 在这个 心部里面 它可以 不管在 思想 或不思想 有这个 静 这个定 静 安 或是得到 这个不动心 的这个 这个 这个功夫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这个 中国人 不是说了吗 他说 就是好像 这个 蒙虎 在前 心 也是 定着住的 就是 这个 就是 心的 那一步 呼吸 就是 土那 那土那 什么呢 就是 土固 那心 把旧的 比如我们 现在科学说 二氧化碳 吐出去啊 把氧气 吸进来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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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属于 呼吸部 那这个相当重要 为什么 因为 呼吸是 你身上 需要的 能量 你呼吸量 大 那你的 能量就大 所以这个 就是 呼吸部 那这个 呼吸部 在上气 就是所谓的 气脉部 这个叫 这个 这个是 这个叫 气脉 这个气脉呢 就是我们 中国人 说的 这个 比如说 这个十二正经 那 奇经八脉 好 这些东西 就是 以现在的 这个 科学的 名词 或现在的 名词说 就是我们 身体的 能量 能量 是关于 这个能量的 它有 它的科学 这个不是 盖的 这个是有 科学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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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说科学 事实上 大家是用 这个 这个 这个名词 科学 事实上 科学的 重点 还是因果 因果 关系 所以这个 你说这个 气脉 也是有它 因果 关系的 那 这个 是 静法 静法 静 是力 有方向的力 有这个 方向的力 就是用力 的时候 不同的 用力 的方法 就是 静法 那 静法 里面 它当然 它有 它的 机械 力学 以 今天的 这个 物理 来说 就是 在 这个 地方 那 最后 这个 就是 事法 因为 你说 要 作战 要这个 格斗 要实战 那就是 动量 是 以今天 这个物理来说 就是动量 比如 你一个 你的人 移动 它就是动量 也就是 这个 这个 是 属于这个 事法 那这个 事法呢 它当然 它有种种的 不同的 事 比如 踢法 有踢法 的事 前 前 打 脚踢 有 它的 事 要 把 人家 暴跌 有 它的 事 那个 长距离的 打法 有 它的 事 短距离的 打法 有 它的 事 那 更简单的说 这个 事 法 比如说 你 原地 站在 原地 在十秒钟 打 一拳 和 你 站在 原地 十秒钟 打 十拳 那个 就 事法上 不同了 还有 跟上一层 就是说 你 这个 走着 这个 行着步 踏着步 这个 在 这个 行动中 十秒钟 打一拳 或者 在行动中 十秒钟 打 十拳 那个 那个 事 又 更是 不一样了 那个 是 很 基本的 事 因为 你说 在 十战 格斗 中 那 你说 不可能 你说 在 十秒钟 只是 站在 那边 打一拳 那 应该 是说 十秒 打 十拳 而且 身体 是一直 在 散动 的 那个 个人 那个 的 事 要去 掌握 那个 事 那个 是 很 基本的 事 那 至于 怎么样 对敌 怎么 散 怎么样 入身 那些 事 是为了说 这个是 拳打的 脚踢的 或是 暴跌的 种种的事 就是属于 这个 事法 那 所以 这个六部 是 要 记住的 这个 不记住 那 这个 养生 保健 这个 泻底 滋味 那是 不可能 的 事情 那 你说 比如说 你要 这个 养生 保健 你 这个 身 心 呼吸 最基本的 这所谓的是 外炼 筋骨皮 这个是 内炼 一口气 这个 内炼 一口气 这个呢 就是得到 心静 入静 这个 如果办不到 那不可能 有这个 养生 保健 那你 如果说 这个要 这个 更高一层 这个 养生 保健 那比如说 你病比较重 之类的 那就需要 有这个 气脉的 这个一步 才有办法 这个 兑现 这个 养生 保健 那你说 要这个 泄迪 自慰 那当然 你要知道 怎么用力的 方法 你要知道 怎么样 这个有 事法 怎么用 那个事 如果 不知道 这个 那就 这个 就是不可能 的 所以 这个 六步 是必须的 有这个 六步 才权 如果说 是中国 传统 武术 的话 那 要小心的是 这个六步的 这个修法 事实上 是他有 次第的 有次第的 也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 先要修 身 心 然后才能 修 呼吸 然后修 呼吸之后 才能修 这个气脉 那 在这个地方 修 身 心 呼吸之后 才能修 静法 然后呢 有了这个 静法 才能修 事法 他有 他的 这个 次第的 那 我们现在呢 可以看到的是 很多 很多的 所谓的 传统 武术呢 呃 所谓的 强调 内加 内功 那些之类呢 或静 气 静之类呢 是本末导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些东西在标榜 这个气脉 和这个 静法 不知道说 在作战 在实战 是这个 事法 不知道说 没有这个 身 心 呼吸 根本就 没有办法 修这个 气脉 而且 修气脉 需要有 这个 中国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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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 呃 传统医学 比如皇帝 内经之类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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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问 这个经验 所以呢 目前呢 大家都在 这个 很多人 都是在 这个 在这个地方 高来高去 呃 所谓的 内加 内内 这个 近百年来 搞的一塌糊涂 就在这个地方 而不知道这个地方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所以 比如说 你天天在 练推手 某一种的 这个 这个 进法 连那个 呃 比如说 一分钟 打十拳 或者 一边 跑步 一边 打十拳 十秒钟 打十拳 都没有练过 那 连这最基本的 事法 都没有练过 那你说 怎么样 去实战 连自己 事实上 连自己的 如果没有练 那个 那个 比如说 这个 十秒钟 打十拳 在这个 跑步上 打 如果没有练 那个 肯定 这个身心 呼吸 是没办法 练到的 因为 这个 要这个 是去 支持这个的 你要 会火量 你要 你的身体 的控制 所以 很多事情呢 到目前为止 事实上是 搞成了 这个 很玄 很这个 本末导致的 就是因为 在标榜 这个 近一百年来 在标榜 这些东西 而这个 外恋 筋骨皮 内恋 一口气 没有 去好好的 去这个 下功夫 而这个 试法 也不懂 比如我们 每天 在搞 推手 那如果说 这个不懂 摔跤 你还是 不懂 摔跤 摔跤 要有 它的方法 的 那打一拳 这个 很快的 这个 长拳 这个 长肌里的 拳话踢 也是要 有这个 技巧 有这个 方法 去训练的 推一下 手 你练不到 那些 东西的 那 既然 练不到 那些 东西 那怎么样 去做 实战呢 那不可能 的事情 所以 这个就是 六步 好 那我们 要说的 气 就在 这个 地方了 这个 气 事实上 是属于 这两步 属于 呼吸 也属于 这个 气脉 不过 不过 现在呢 很多 人 包括 上一代的 也是搞不清楚 所以在著作上 在这个 练习上 根本 根本搞不清楚 这些 这两步 所以呢 因为搞不清楚 这个因果 关系 那你说 可以练出来什么 神功 盖世 那才是 叫做 见鬼 所以很多 大部分的 所谓的 气功 内功 那是 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搞不清楚 这些东西 那以下呢 我要 给大家 看一下 这个 用个 实在的 例子 给大家 看一看 到底是 什么一回事 什么叫做 搞不清楚 我们不 刚才我们说了 在这个 视频 我们不这个 不引用 谁的名字 可是我们是 对事 不对人 这篇 这个文章啊 是在 这个 太极拳里面 很 出名的 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 那我们要 细看 这个文章 因为这个 大家都这个 把它翻成的 英文 到国外的 可是这个文章 本身 是 事实上 是很 模糊 也是 不清的 也是 很 这个 很不全的 所以 看到 这个文章 看到这个 文章 本身 就比如说 做学问 你做学问 你看一个人 写文章 或者是一个人 描述 他的这个 技术 你就可以知道 说 那个人的 多深入 多仔细 如果是 不仔细 不清楚 的话 你就可以肯定 说 这个东西 事实上 写的人 也不知道 或者是 不太清楚 是什么回事 那如果 这些 不太清楚 的一回事 搞到 这个 也 这个 翻译到 这个 国外去啊 这个是英文的啊 那 全天下 都把它 奉成 金科 一例 那就叫做 完蛋了 因为这些 东西 都 是 一塌糊涂的 好 现在我们 一个一个来看 那大家 可以了解 是什么回事 那 我在一再的 声明 我在这个地方 不是打假 我也不要 打假 呃 不喜欢干这个 打来打去的事情 那 我也不是说 要这个 故意找 某一位 这个 名 名家 太极名家的 这个 这个茶 而是 现在 事关重大 整个 这个 传统武术 在一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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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这个 很敏感的 时 时 时候 的 时机 我们如果 不把 很多东西 理清 那我们 总不能 看到这个 传统 中国传统武术 从此 灭亡吧 也就是因为 这样的本意 所以呢 我 制作 这个 社评 而这个 社评 主要是 用来当 什么呢 教义用 而不是说 谁高 谁低 我们是什么 就说什么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 还是 依据 这个 比如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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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 有这个 叫做 差不多先生 或者是 RQ 的行径 那 我在这里 比奇怪怪 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摇摇摆摆 我也一直在等待 未来我也猜猜猜 大家就猜好了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开始 来看 是什么一回事 首先 这个第一个 他说什么呢 这大家都会很熟的 他说这个 气成丹田 以炼气之 为炼气之出击 丹田 为以夫中 好 然后说 气以戏 常静慢为主 缓缓吸入丹田 以心相守 然后 久之能 见人素气 那我们这个 要来很清楚的 了解 是什么回事了 这里的气 说气 是什么回事 好像我们 刚才说的 这个 我们说 从六部里面看 大家说这个气 事实上 这个气 要分清楚 到底是说 这个呼吸 还是说 这个气 或者是真气 那我们 来看这个 这个气 气成丹田的气 是 是这个 呼吸呢 还是 这个气 或者是真气 这个所谓的 呼吸 事实上 我们这个 古代有定义的 很清楚的 这个出于 小指观 是随朝的 小指观 呼吸 分有四种 风 喘 气 息 这个要小心 呼吸 这个是说 呼吸 有四种 风 喘 气 息 所以我们 现在说的 所谓的 做气功 做气功 事实上 是这个气 呼吸 这个气 气功的气 是这个气 也意思就是说 在练气功 这回事的时候 是要用 这个说 迎合气象 这个就是他的定义 气 气 就是说 一种 这个呼吸的状态 呼吸的一种状态 而这个状态呢 就是 呼吸 气功的状态 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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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那叫气 那个叫做 呼吸的一种状态 那如果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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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呢 有声音 或者是 没声音 也好 可是很粗 主要是在粗 如果呼吸 很粗 那是风 那是风 风 就是呼吸 很粗 你有这个声音 呼吸的时候 有没有 发出声音 那 那个 那个 没关系 那还是属于风 风 呼吸 喘呢 就是 劫持不通 就是喘 就是我们大家 如果走太快 那些 很喘 那个喘 就是很 滋滋的样子 那气呢 就是 比这个风 还要细 还要顺 没有声音 也是很细的呼吸 称之为气 所以呢 说要做气功 练气功 那就要用这个 要用这个 状态的呼吸 也就是说 气 状态的 在这个状态的呼吸 来练这个气功 不是用风 也不是用喘 那这个 所谓第四个 顺便说 这个第四个 这个吸 是什么一回事呢 他原来 他呼吸 是这样的 比如说 这个是 这个是吸 哎呀 我跟着我一下 这个 这个是吸 比如说 这个是吸 我们把这个吸 这个是呼 然后这个 因为我们人 在呼吸 在呼吸的时候 呼吸 这个有一点 偶尔的停顿 这个 这个地方 就叫做吸 这个就叫做吸 然后在这个 这个吸 然后是呼 所以这一段 所以每一个 呼吸 它 我们每一个呼吸 事实上它都有吸 呼 然后吸 这三段 而只是我们 一般的人 就是这个呼吸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 呃 就是很浅的 就是我们 不太注意得到 那自己练气功呢 是在这个 这个气的状态之内 练这个呼吸 这个呼吸 就叫细长啊 很顺啊 然后这个 在这个地方 啊 这个是 吸 这个呼 这个是吸 哦 所以呢 这个念所谓的气功 也是念土纳 那土纳呢 这个就是土 那呢 就是吸 所谓的气功 主要呢 就是在这一方面 就练这个东西 那这个吸呢 那 所以它说 这个吸向 不深 不解 不粗 粗 粗 粘 粘 若存 若亡 就是在这个吸 当这个呼吸 在这个吸的状态的时候 它就会 神 心 神就安稳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吸的时候 就出现一个东西 叫做 心 吸 相依 所以大家说 调吸 调吸 要入定 要调吸 就是要进入这个 要 可以有方法 来这个 有这个功夫 来这个 调这个的吸 那么呢 一般呢 如果说 这个气功 这个 这个定功练的 好的人 或者是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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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 可以入定的人 那它是一个 呼 一个吸 一个呼 很长很长的时间 都在这个吸里面 然后它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心 和习 它是相依的 所以这个定的 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功夫 就在这个地方 好 如果我们说 要说这个气 这个真气 要练这个真气 也是在这个地方 修炼的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说了 这个是气 就是呼吸的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说这个气 所谓的真气 一般我们说的真气 就是身体里面的气 真气 那这个很 很重要的 就是说 无火 为的滋味气 无火 滋味气 怎么样是无火呢 那就要做到 心喜清净 无私 无力之境 好 那 如果要达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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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清净呢 那 那就是 在这个地方 就是 功夫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 这个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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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哦 这个习 习 心 这个是习哦 它不是说 习 或不是说 习 它是说 这个习 在这个地方 心 清净 心就净了下来 所以呢 如果 一般我们要说 真的要练这个气功 就是这个 真气 这个气功 那就要有 有这个功夫 到达这个 这个 这个境界的 不是在搞这个 也更不是 在搞这个风 出入有声啊 那些喘啊 那好 我们再回头 看这个 所以大家 这个 希望大家清楚了 在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 这个叫做 气 这个叫做 气 或者是叫做 真气 那这个呢 是和呼吸 呼吸 这个呼吸 有关系的 这个是和 习 有关系的 要搞清楚哦 呼吸 这个是习 所以要考 看清楚这个字哦 这个 这个要很小心 如果这个不小心 根本就没办法练的 呼吸 和这个是两回事 好 这个所谓的气成丹田 你看他 你看他气 你看他气成丹田 气以 细 长慢 为主 缓缓 吸入丹田 事实上 这丹田 叫做小腹 哦 所以这整个东西 说的是 呼吸 呼吸的训练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要很小心哦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的 你看 把这个东西翻成英文的时候 把这个气 这个气 而不是翻成呼吸 翻成气 就是这个气 这个老外 这个东西 那就看了 那就是在这个物理看花了 到底是什么回事 大家都以为这个是气 事实上不是气 这个是 呼吸 也就是说 这里是 只是说 深呼吸 很这个 很细 长 静慢的 深呼吸 很自然的 深呼吸 就是这第一个 好 好 如果说 太极前 事实上 所谓的气臣丹田 那不过是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 就知道了 他说 普通人体 人 普通人身体 上下为两节 相隔不通 呼吸 颈致胸腔 久练太极前 呼吸 剑 剑可达丹田 所谓的气臣丹田 就是说 你的呼吸 很顺了 很细了 那 你的横隔膜 这个 运动很大了 这个 这个一回事 好 好 我们说 我们说 第二个 他说 气达 夫 是之 气臣丹田 后 是可 由心 气 浅 辩子 气致 膀胱 致 脚踝 这种 所谓 知人 知习 自一种 然后呢 这里又 开始说 然后 可 然后 夏可达 永全 尚可行 劳工 这个东西 就是 模糊了 为什么呢 在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 说的是 呼吸 这个是什么 一回事呢 所谓 圣人 知习 一种 或者 知人 知习 一种 意思就是什么呢 当一个人的 那个气 就是那个气的 状态的 呼吸 修到 很细长的时候 感觉到 好像前身 都是 在呼吸 的样子 就是这么 回事 所以说 圣人 知习 一种 意思就是说 你一呼 一吸 你的 这个脚 这个脚底 也会感觉到 这个呼吸 好像 这毛孔 一开一合 那样子 前身 呼吸 这个就是 所谓的 气打 四肢 这一段呢 把这个 所谓的 勇钱 劳工 这些是 穴道的名字 这个穴道的名字 这个搞上去了呢 那就是 大大问题了 为什么呢 这个属于 呼吸 的东西 一旦提起 这个勇钱呢 就属于 忌 这是 真气的 事情 事实上 这个整个 只不过是说 呼吸 可以 呃 到达 四肢 就是 全身 感觉到 一呼一吸 感觉到 哦 我一呼一呼一吸 感到我的脚底 也有那个 呼吸的感觉 如此而已 和这个 气 不是属于 那个气 那个 那个 那一步的 可是把这个 放上去呢 啊 那就 大家看了 这个 没有真正的 学过 或看的话 没有震 这个东西 没有震 这个气 打 四肢 就以为说 哦 这个是 身体又有 某一种气啊 之类的事情 所以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 大悟 这个 这个怎么 这个可以导人 这个污秽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要小心 这个地方 有一个 很危险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他说呢 然后下壳 打 涌钱 下壳 打涌钱 我拿这个来 跟你们说 是什么回事 事实上 如果我们说 气打 夫 四肢 说哦 你呼吸 你到这个境界 这个呼吸的境界 这个吐纳 念得好的时候 很细 很长 很顺的 呼吸的时候 那你一呼 一吸 都会感觉到 好像你前身 毛孔 都会呼吸 那你的呼吸呢 你的脚底 也会感觉到 那呼吸 那就算了 那就是说 呼吸 可是一达到 这个涌钱呢 那大家呢 就去想了 哦 这个好像 这个气脉 就是这个气脉 的事情啊 这个十二正经啊 十二正经啊 奇经八卖啊 这些 这些是属于 这个气脉部的事情 就搞得魂了 那搞得魂的时候呢 不只是一个人 很多自称为 那一家功夫高手 气功功夫高手 包括太极和 和气功 一大堆的 曾经跟我说过 这个气 呃 成丹田之后 丹田发热 丹田发热之后呢 那个气呢 从丹田走向 这个用钱 很多人和我这么说 哦 包括我那个时候 求师去 呃 仿道求师之后 很多人都说 气疼丹田之后 会发 丹田发热 丹田发热之后呢 就把这个气呢 就流向永钱 那这个就是 气部的事情 这个是天大的错误 这个这样子说法 任何人 这样子说法呢 那就是不懂得 这个气部 对 呼吸 不懂 也不懂得 气部 为什么呢 这个 用钱 是 永钱 永钱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 一旨 终 哨音 哨音 圣经 终 哨音 圣经 永钱 舍在脚底 啊 永钱 瀉在脚底 这个永钱 瀉的 这个 这个 精气啊 是 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永钱 瀉的 精气 是 如果你看到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的话 啊 这可以了 大家来这里看 你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箭头吗 这个箭头 这个箭头 无用钱 是往上走 也就是说 你看这个 这个箭头 是往上的 看到这个箭头吗 是往上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 这个哨音 圣经的 那个 那个 气 真气 这个精气的走法 是从永钱 往 这个 往圣 的 往这个 这个 这个下腹 这个往上走的 往上走的 任何人说 这个 气成丹田之后 然后呢 发热 然后呢 就可下达夫 永钱 那是发神经病 那个是害人 为什么呢 那个已经是 腻 做 哨音 圣经 走 再终于 这叫 叫射法 就是 泻肚子 那个泻 把精气 泻掉去的 一个叫 补 一个叫 射 OK 泻 OK 所以呢 所以呢 现在呢 因为这样的 学法 很多人 是认为 气 成丹田之后 丹田 发热 然后呢 可以这个气 从丹田 这个发热 这个热流 从丹田 下到 拥前 下到拥前 下到拥前 射 OK 这个 这样的说法呢 就告诉了我们 第一 他不懂的 所谓的 呼吸 步 他不懂 这一步 他也不懂 这个气脉步 我们刚才说六步 就是他不懂的 这一步 他也不懂的 这一步 那叫做什么呢 胡乱的搞 你如果说 要这个 要懂的 这个气脉步 要知道 这个正经 精气的走向 这不能 这个不能 不能胡来的 如果说 练这个 把这个气 往丹田 从丹田 往拥前走 那就变成 谢 那这个人 越练越虚的 练气功 练内功 武术都也好 养生也好 这样子搞 就是肯定 要练死人的 要练 不死也是虚 好 事实上呢 这个地方 要了解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这个前身 这个经脉 这个我们说的 中国人说的 十二正经 十二正经 它有三 这个 这个 阴经 阴的 比如说 这个是一阴的 逐少阳 这个 少阴经 逐少阴经 它也有这个 逐三 还有逐三阴经 逐三阳经 他们都在依照 什么法治呢 依照一个叫做 阴生阳将的法治 阴生阳将的法治 这个是中医的事情 这皇帝内经 什么 这个要小心的 这个 所以呢 经略的走向呢 它是怎么样呢 它是 这个 阴的 这个 我们如果去看这个 针灸图 这个 逐三阴是往 从脚往 这个 往腹部 胸走 往上这样走的 就是 腹部 这个脚 往腹部走 三阳经呢 是从头 走 走 走向 足 这个是三阳 所以叫做 阴生阳将 阴生阳将 也就是说 再说一次 给大家听 也就是说 这个 阳经 阳的经 阳的经 是从头走 足 走到这个足 脚 脚 阴呢 是从脚 走 入胸 走入这个腹部 是胸的 这个是 人体 自然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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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律 好 好 所以 要记得 在这个地方 就是什么呢 这个 阴生阳将 还有这个 十二 十二 正 十二正经 他有他的走向 这个是绝对 不可以 这个 天马行空 胡来的 那这个 事情 事实上 只是 关于 呼吸 属于 呼吸 部 根本 不是 属于 这个 气部 可是呢 我曾经 问过 很多 很多 人 包括 太极 前 大师 和 很多 练气功 的 很多 我们不能说 每一个人都这样子 可是 大部分 今天的 都是 呼吸 和气 呼吸 和气 搞不清楚 对这个 经 这个经 的走向 阴生阳将 也搞不清楚 所以在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会 练出什么东西吗 所以我经过 好多 好多年的 这个 好多 好多年的 这个 奇奇怪怪 我不会 感到意外 摇摇摆摆 我也一直 在等待 未来 我也猜猜猜 反正 大家猜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东西 就是 搞成 这么回事 那 事实上 再回到 这个地方 为正乃之 难可斥 拜托 任何人 从今天起 如果不懂得 呼吸 和这个 气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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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 实体经验 的话 没有正这个 境界 最好 封口 别再 害人了 因为 害人 这样 害下去 把整个 中国传统 武术和 内功 气功 一起 拖下水 那个 真的是 害了 每一个人 也 害了 中国文化 这个 东西 是很 重要的 那 我们来看 翻到 英文去 又是 气 所以 这个 东西 搞到 这个 地方 比如 我可以和 大家说 这个地方 已经是 呼吸 和这个 气脉 不分了 糊里糊涂了 在这个地方 那就更惨了 这个 英文的 这个直接翻 这个东西 是在英文呢 就是气 然后这里说 直接直接说 then the 气 can go down to the bubble well 就是气 这个气 走到 庸前 好啊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 它英文版 是说 气 直接走到 庸前 那我们 看看 我们看看 这个是怎么走向的 所以是反的 因 生 因生 因生 这里 搞成 因 降 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写 搞不清楚了 气 成 当年后 然后 然后可以下 的 庸前 然后这个 在翻译的人呢 就直接把它翻了 气 可以到 庸前 去 所以呢 你说 这样的东西 是老祖宗 中国人 老祖宗 讲的吗 不是 这是近 百年来 每一个天才 在那边 没有把东西 搞通 气 呼吸 不和气 不 没有搞通 或者是说 说东西 写东西 不清 不楚 所以就搞成 这回事 或者是这个 练这个的人 真的是 是说 呼吸 可是他就把它 写成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东西 你说呢 这个 这个 大家 一般都是 对这件事情 就是 呼吸和气 不分 这个 经的走向 不分 阴身阳将 也不懂 那你 你怎么说 这个是 中国传统的 这个 武术 那 第三 第三呢 他说这个 夜尾黎 达尼元 所谓通三观 和车 导印 好 然后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夜尾黎 然后呢 气成丹田 火候道 然后这个 是延年 窃病 这些东西 事实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讲什么 这个东西 是讲气部 或是真气部 这是第三个 好 那事实上 这个东西 也不是说 这个 呃 此为入门 好 这个 禁夫道义 不是 不是我们 想象的 这回事 这个东西 所谓的 这个 合车 导印 就是说 我们现在 知道的 叫做 周天 伴应 法 这个周天 伴应 法呢 大家可以 知道 你看这个是 后天之 夫 息 这个就是 气功 的气 哦 然后这个地方 真气 看真气 看到没 这个真气 这个气 气质 气质 就很小心 这个就是气质 这是气部的 这个是 呼吸 这个是 这个是 呼吸部 这就是气 这个是气 所以这个 呼吸部和气部 分成两部 所以这个 走这个东西 是属于气部的 所以这个地方 不说这个 是说这个 这个东西 也要小心 这里是说 这种方法 适应以 阳虚 或气虚 的人为夷 这个东西 血压高的人 炼下去 会出问题的 因为这个是 死于 阳虚的人 气虚的人 如果是 阴虚的 比如血压高 这个阴虚的 那是会出问题的 不是说 每一个人 都可以适合的 不是这里写的 所以呢 我们来看 这个三个东西 看这个 这个开始 这个是属于 呼吸的 这个地方 事实上 也是属于呼吸的 可是呢 就很模糊 从这个 这个血肉 不是真的了解 所谓的气部 而这个 呼吸部和 气脉部的话 根本分不清楚 到底是气 或者是呼吸 你说是这个 真气或者是呼吸 这搞不清楚了 这个是气部的东西 而这个气部的东西 是只适合 阳虚的人 练 而不适合 阴虚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 那些不可以练的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 很多很多人 东方人 西方人 都风 以金科 毅力 这个是一个事实 所以今天和大家 讲这个事情 就是 要大家知道说 这个是祖宗所说的 这个所谓的气功 这个 呼吸的功 气功 这些六部呢 不是 已经是很模糊 很乱七八糟的 好 我们说这个 我们现在说这个功法 这个功法 也就是这个 周天颁印法 也就是我们说 小周天颁印法 也就是这些通三观 这个合车 盗印法 这个合车 盗印法 会造成什么呢 脑血管意外 因为他违反了 王帝内经 中风 所以 这些东西 是一个手段 中医里面的一个手段 并不是说 人人都可以这样去练的 而且现在大家 这个从这个 这个医学上 现代医学 从现代医学 我们知道了 从现代医学 脑血管意外 而且他也是 上市 有这个 和这个 和这个 和这个皇帝内经 这些不合的 好像比如说 在这个文章上面 上他说了 这内经里面 这些阴森阴森 阳将的东西 搞不懂 搞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手段 不是每个人 可以练的 而且人要很清楚 这阴森阳将 是说呼吸 还是说气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 看这一段 我们说这个 三阴的气脉 三阳的气脉 是说呢 什么呢 我所接近过的 一部分 练太极空的人 大约有 这个 放上偏差 然后呢 观察 他的这个 内脏经络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气 脉的部分 经络的部分 每患消渴 肠药病 虚阳上捏 血压高 所以呢 这些东西 这个是阳虚的人 练 阴虚不可以练的 如果阴虚 你再练下去 那你就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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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血压高的 在念上 今天只是 增加问题 增加 所谓的偏差 这个半 半边身体 发麻症 高血压 中风不起 所以他说 在这个地方 他说 我 意见赞成 简化太极拳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个 把前身 我们看这个地方 把前身 经络 气脉 搞得 纠结 不清 是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 练这个 嘴的气 这个要小心的 所以这个六部的 呼吸的部和气部 要搞得清楚 不能什么都是气 到底气是什么东西 搞不清楚 那个是害人 害己 最后 这个给大家看 这个 练这个气 为什么说 要有这个内功呢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来看 这里说 我们对这个 练内外公的 职业和 职业 这个 运动家 做个统计 大约在40岁以后 多数因 丈夫受 症伤而生病 不能再做 运动员了 因为他们的 锻炼 外表的肛 而不会 肛柔相继的 锻炼方法 所以我们 说的这个 要练柔 这个是蒸气 这个是气 小心 这个蒸气要柔 下沉当天 这个是说气部的东西 不是那个呼吸 那当然你说 要有那个呼吸的基础 才有这个气的基础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外加的练这个硬弓镜 比如你去上健身房 那是叫做硬弓镜 那他可以练好这个筋骨皮 肉 但是他练不到肋脏的五腹 五脏六腹 要用柔的才可以练 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外加功夫的 那个脊重啊 那些健身的 那个叫做硬弓镜 然后练这个五脏六腹呢 就需要用柔的练法 那这些所谓的这个气部 和这个呼吸部 这两部 就是可以练这些腹脏 那我们知道说 练这个硬弓镜的 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40岁以后 这个多数 不能说每一个人 看你的身体到底是 开始是不是强壮的 就是这个脏腑有事情 所以这个是事实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 这个中国传统武术 有这个气和这个 气脉的那个布 这不是盖的 这是科学的 那我们要问一个事情 今天大家说MMA好 这个好 实战好 那你说练习实战歌 做的代价是什么 首先 这个东西是科学的 人家是用统计来算的 那你说你的身体好 好心你可以去练 那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代价 包括受伤之内的代价是什么 第二 每个人都可以练那些MMA的东西吗 你的身体有那个 是什么那么强壮吗 如果不是 那就是很科学的 你知道你会 得到什么的后果 第三 生活中有用处吗 你练这个东西 你说好啊 要去实战格斗 那大家说 大家去MMA 不练中国传统武术了 实际吗 所以这些东西很多要考量的 所以我们说 比如我们说这个 传统武术 我们说这个传统武术 不只是说这个释法 现在的你说MMA的 这个释法 然后这个是用钢练 硬弓筋练 这个伏锡 你去看他们练的 这个大家就是 就是从船 和风 这里练 所以这个是可以科学 很科学 客观分析的 那在这样子 你的后果是什么一回事 除非说你天生是 本来你天生的 那个知识就很好 你的身体就很好 那没问题 你可以去这样子练 你可以去 这样子的这个实战 去格斗 那一般人 可不可以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不能说我们这个鼓吹 一个东西 然后那个 我们就这个 不往各方面去看 那你说MMA可以 取代中国传统武术吗 那绝对是不行 因为中国传统武术 有这个六步 MMA没有这个六步 而且MMA这个 其中的代价 每个人可以练吗 这个是有个 相当大的问题 那当然 这个中国传统武术 好像我们刚才说 以这个比例来说 以这个太极明家的 这个明 所谓的明 是这个明 有明的明 家的这个著作 东西方都 很流行的著作来看 这样的东西 你说它是中国传统武术吗 不是的 它不是这个 依照中国这个 传统这个 我们的这个 传统的医学 这个武功来说的 好 所以 这些问题 都是要 现在厘清的 最后 说武功 谁比较好打 谁比较 死战 谁好打 让我记得 这个一首歌 很以前 我们 我的时代的歌 叫做 世间 始终 你好 好 这里说了 论武功 俗世中 不知哪里的高 或者是 结招 同图 异路 问世间 是否 此三最高 在世间 自有此三 比 此三更高 但爱心 找不到 比你好 这个是事实 为什么呢 这个是宋朝的 铁浮屠 也就是 叶飞 他们把那个 这个 这个 惊人的 这个铁浮屠 这个铁浮屠 很厉害的 不是被破掉去了吗 这个是明朝 七季光的 这个 这个 烟阳 之所以 烟阳阵 杀敌一千 智商商人 那个铁浆阵 杀倭寇的 这些都是历史的 世界上有什么功夫 不能破的 要这个 这个 这个 什么 什么 什么作战 格斗 东西 不能破的 如果要把它 这个 放一个心机 下去 研究 没有什么东西 不能破的 如果 是有什么东西 不能破 当初 宋朝 这个 叶飞 破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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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 铁浮屠的时候 是什么回事 日本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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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倭寇 犯 这个 明朝 七季光 破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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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 这个 倭寇 这些海盗的 以炎阳阵 不是一个 单打 独斗 好 你 你比我强 铁浮屠 你把 你 你比我强 可是 我有办法 破你 这个是历史 所以呢 事实上 根本没有所谓的 这个 谁是最高 而是谁 真的想 下功夫 花功夫 去研究 去培养一批人来 这么回事罢了 可是呢 最重要的 不管是 叶飞也好 七季光也好 他们 他们 所谓的 武功的意义是 使人民 安基 乐业 而不是说 这个 所谓的 什么 一天不出 以谁 争锋 看谁 拼一拼 看谁 碰一碰 看谁 硬 谁 谁比较 这个 这个 打的 第一 实战 实战 而是 叶飞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七季光 都是为了 人民的 安基 乐业 而不是 谁比较 厉害 谁可以 打的 比较好 什么武功 是 这个 可以 伤人 伤得 最好 那铁浮屠 不厉害吗 所以呢 今天呢 这个就是 和大家这个分享 我个人的浅见 那我说的 不对的地方 因为我 这个 财书 学浅 这个 请大家 言谅 多多指教 不过呢 我可以 了解的 就在这个地方 合盘 拖出 几十年 我所看 所知的 一个大开 和大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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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